中北10元钱炖牛肉 还有这个牛肉包子的自助 不限时不限量 还有这个牛肉馅饼 来一个来一个 这边一共有几十个炒菜 捞点这个牛肉和萝卜 都这个沉底了 好 牛肉 萝卜捞完了 菠菜肉丸应该是 来一点小白菜还是菠菜 这个是红烧肉 看一下有肥有瘦 放到这个桃子里吧 溜肉段来一起放这 这边的菜跟哪边好像都大差不差的 都不是很喜欢 来一块这个锅包肉一小块 他家很奇怪 有两种这个土豆炖鸡肉 我不知道因为什么 来来 来点鸡块就行 你家的鸡蛋柿子有点怪事吗 鸡蛋柿子里边的鸡蛋好少啊 这个也是土豆炖鸡肉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伞儿重吧 好的 夹一些 他柿子这个鸡蛋有点少啊 就不要了 这个是豆角 这边是茄子 然后是豆腐和一些肠一类的黄瓜 不吃了 没了 他还有刚切好的西瓜 然后这边还有个冷面 我得拿小碗去 大家感觉呢 这个不限时不限量 就是这10块钱怎么样是不是 来给你们这个撕开看 牛肉包子是真的有这个牛肉馅儿还挺多的 他家正常是16 晚上7点以后是10块 那菜呢就像大家看的一样 可能不太满了 就是看着不太好看了 嗯 不错 这个是猪肉丸的 这边是牛肉萝卜 吃着还真是 跟底下捞的话 这个牛肉其实也挺多的 你看 不喜欢吃萝卜 吃着不咸 挺好 就是盒饭 他如果多放盐 就想让你那个 哎 多吃饭少吃菜嘛 你这个他不咸 红烧肉口味还是有点重的 但吃着还是挺香 对 牛肉刀 是猪肉的 你开过来 你看 你没骗人是吧 这个竟然是猪肉的 嗯 新鸭饼饼吧 啊 这个是猪腿肉 这个是牛肉的大馅饼啊 无趣这么多馅儿吗 哇 这么厚的馅儿吗 这 这 这10块钱不得亏钱吗 按照16的正常才会能吃回来 哇 这个馅儿好甜 这个馅儿饼的馅儿要比包的馅儿咸很多 饿 这 它为什么有两个鸡肉呢 都是土豆腾鸡肉 就是一个色重一点 一个色轻一点 锅包肉 猪肉的 火炸的 大了又大 太爽了 那东北老板的不值钱吗 这10块钱给我的粉培啊 哇 这块是纯肥的 不想吃 但是确实做得入口就化 就是很好 这个馅儿其实是有的 但是这个馅儿味也很重 嗯 这10块钱太满足了 嗯 这10块钱太满足了 嗯 这块钱太满足了 这么慈善的老板不能放过他 一会儿我再来一盘子 日更博主放心关注啊 沈阳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不要忘了告诉我 明天跟底的 我有时间会去拍的好吧 不要忘了点赞呦 不要浪费啊 不要浪费啊 拿多少吃多少 就是把这个剩的这些 毕竟我拿的是肉比较贵的菜 给人那个都说行 这样肥的也放开 好 没事 吃 油果都搭的呀 哎呦 饭又剩多了 还得加点菜 哎 真是的 啊 牛肉 萝卜 哎呦 这么多啊 太多了 别搭了人家那个 其他的太烦那张了 一不小心盖上那三大碗 醉过 哦 下个小碗就行了 行 那个我慢慢吃了 再见 不拍了